雷达探测到底下有三层玄尾岩 特别是最顶上的一层 有195米 这说明月球在晚期到20多亿年的时候 还有大量的岩浆喷出来 就说明月球可能 这个岩浆的活动可能持续的时间 比原来认识的还要再晚一点 我们就测量了月球的地表层以上的水的含量 得到了有史以来一个最低的测量值 这个测量值也非常符合月球形成的理论的专家 他们的预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球的等离子底层 它是在地球的赤层最里面 就是内部 如果这个赤层受到扰动的话 那么等离子底层本身 它的形状 它的卫形 以及它里面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通过监测 地球的等离子底层的结构 以及它的演化 我们就可以对太阳爆发活动 对地球的影响做一个监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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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